让你轻松拥有 Toyota一路精彩 南加州Toyota经销商 澳哥兰民众示威 会枉死划同寻求正义 各位 欢迎收看今天4月11号的凤凰美洲新闻 让我们先来关注 国会两党领袖计划调查 近期五角大楼文件泄密案 将要求拜登政府向国会全体议员进行通报 有议员也督促当局加快调查 确认泄密者身份 近期五角大楼机密文件遭到泄露 包含乌克兰作战部署的高度机密 在多个社交媒体上流传 迫使拜登政府慌忙止损 美国媒体称事件令美国政府十分尴尬 更是情报部门的噩梦 据报道 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书莫计划调查文件泄密案 准备要求拜登政府向国会全体议员进行通报 这些文件在社交平台上传播长达几个星期 但直到现在泄密范围才为人所知 这也让情报机构和国会两党感到不满 政治报报道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沃娜 已经在周一晚听取通报 但他呼吁外界采取审慎的态度 表示俄罗斯散播虚假信息已久 认为应当对网上所看到的相关论述提高警惕 知情人士透露 在参议院方面 军事委员会领袖严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并已经要求当局向委员会全员做通报 预计将从本周起收取更新内容 同时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两党领袖 敦促五角大楼和情报机构提供更多消息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卡尔 也呼吁拜登政府加快调查 确认泄密者身份 不过也有共和党人质疑称 不应该让制造问题的部门来解决问题 凤凰卫视陈令南疆域 华视路报导 大批民众日前在奥克兰地方检察官 办公楼前集会抗议 要求为早前高速公路上被榴弹射杀的 华裔男童争取正义 并指责检察官量刑轻罪话 江满两岁的无姓男童 2021年11月6号 与家人乘坐轿车 行驶到高速公路奥克兰地段时 不幸被榴弹击中头部 最终伤众不治 涉案三名嫌犯去年底 遭前任检察官以谋杀等罪名起诉 但根据旧金山七十报报道 新任地检官普瑞斯 指示案件负责检察官 为嫌犯寻求最低刑期 并尽可能给予缓刑 此举激怒了很多居民 我认为我们应该要预讨一下 Anyone who gives freedom to a baby killer needs to be recalled. Anybody who ain't trying to give a Baby Killer life for-album parole, needs to be recalled. I don't know what she's proposing for them, but in other cases that she has given very light sentences to, it continues to victimize the families of the victims, 无性男童父母难以承受丧死之痛 已经搬离加州 但发来信函 控诉有一位罪犯减刑的举措 不能再让另外一个家庭 遭遇到同样的痛 只有犯人得到严惩 他们才能认知法律的严重性 有人认为 目前美国司法制度出现偏差 一些恶性案件的审理中 将罪犯的权益放在受害人之上 地点官普瑞斯在回应中反击 认为当地一些华裔社区成员 以及媒体误导公众 并承诺今后案件审理中会保持透明 新冠疫情以来 美国各地治安明显恶化 特别是在亚裔集中的地区 各种暴力犯罪案件频发 很多人认为量刑轻罪化 也是导致惯犯有恃无恐的原因之一 方安卫视刘海平 奥克兰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1号发布报告 下调了对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 报告预估今年全球经济增长仅为2.8% 通货膨胀 俄乌冲突让未来经济前景不明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1日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报告预估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2.8% 比此前预期下调了0.1个百分点 报告表示 表面上看全球经济 似乎已经从疫情中逐步恢复 然而通货膨胀 俄乌冲突带来的暗流涌动 让未来经济前景十分的不明朗 最近一波银行业的倒闭就是前车之鉴 报告表示 2023年初 世界经济曾一度有望实现软着陆 但现在通胀居高不下 这些迹象已经消退 在银行和更广泛的金融机构内 风险蔓延都有所加剧 报告称 尽管全球通胀率有所下降 但是许多国家的核心通胀 不包括波动较大的能源和粮价 目前都未能鉴定 预计全球的核心通胀 会在2023年降到5.1% 仍然会比1月的预期提高0.6个百分点 预估多数国家的通胀 不太可能会在2025年前回到目标水平 报告还表示 俄乌战士在2023年有加剧的风险 这也会导致粮食能源价格进一步飙升 从而推高通胀 各国还需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来应对 报告警告 如果全球封列成若干个地缘政治集团 很可能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量会急速下降 报告呼吁各国不惜一切代价 避免发生这样的情况 凤凤一时陈寅谦 江广复 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世界夫人全美总决赛季2022年度颁奖礼日前是在龙山基举行 本次活动由世界夫人基金会 世界茶香艺术文化基金 和美中国际文化艺术教育基金联合主办 世界夫人全球品牌创始人安妮黄 全球执行主席Lisa Chen 全球总导演Alain Azoulay 全球艺术总监Mariana Papadilativa 全美荣誉主席房飞 以及2020全美总冠军孙银辉 2021全美总冠军Celestine Liu 以及纽约州执行主席Diane Jing 等出席了本次活动 雅凯迪亚市市长郑博人 南帕萨迪纳市市长Michael Cassiotti 圣盖博士议员丁严 蒙特利公园市议员饶应凡 等也应邀出席了庆典 世界夫人也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比赛 我希望通过权威性 示范性 精神的沉淀 文化的一波 时尚的载体 来向世人全是一位已婚理性 从成长成功到成就 成熟的人生维度 世界夫人大赛是彰显全球已婚女性魅力的 综合服务平台 其宗旨是树立杰出女性榜样 帮助贫困残障妇女儿童等 并通过举办系列活动 连接世界各地富有影响力的已婚女性力量 截至目前 已有超过40个国家和地区申请 或举办过世界夫人系列活动 超过一万多人参与 我觉得我们女性在家 无论是社会 家庭都起着很决定 很重要的作用 怎么样能做好一个好母亲 做一个好夫人 做一个社会很有用的女性 我觉得很重要 我们不是说油盐酱醋 不是说把家庭照顾好 我们更重要的在社会上 起到一定的作用 我觉得这是最实实在在的 最后2022年总冠军 由莉莉涵获得 亚军和继军分别颁发给 Christina Chengzou和Natasha Kleslab 好莱坞知名艺术家 Laura Westbaker 获得2022年全美荣誉冠军称号 据了解 2023世界夫人全球总决赛 将于今年10月在纽约举办 在颁奖活动期间 还举办了 世界茶香艺术文化基金新闻发布会 当天 世界夫人基金会 与美中国际文化艺术教育基金 还联合主办了第13届 联合国世界自闭症 议事日慈善音乐会 该音乐会由世界夫人 全球执行主席 Lisa Chen发起 已经举办过12届 凤凰卫视田野 楼山基报道 美国广西留学生协会 成立仪式 美国河南留学生协会 换解仪式 以及美国亚裔动物 保护协会任职仪式 在南加州举行 在当天的仪式上 来自南加州的众多民选官员及社区代表 包括核桃市市长伍利伦 圣盖博士市议员丁言玉 亚凯迪亚市市议员王爱玲等 均出席并颁发贺壮 官员们也在致辞时 分享了自己的留学经历 以及从政的心路历程 并勉励留学生与年轻人 把握时机 在学业与动物保护工作中 做出更大的努力 积极为社区做出更多贡献 美国广西留学生协会会长蔡玉昌 美国河南留学生协会 新任会长孟凡丽 以及美国亚裔动物保护协会 副会长兼CCO蔡一凡 分别讲话 他们表示将积极推动 各自协会的发展 为留学生亚裔社区 提供更多的服务和支持 并努力宣传动物保护意识 留学生本身在美国 就是属于一个少数团体 然后作为广西的留学生 也是在留学生中 算是一个少数团体 所以我们想帮助他们 更好的融入到美国的生活中 融入到留学 我们的初中是帮助更多的河南学子 在美国有一个更舒适的环境 去学习 去工作 对 这是我们的初心 我们也希望留学生协会越办越好 谢谢 与此同时 当天还举行了美国亚裔动物保护协会组织的任职仪式 美国亚裔动物保护协会迎来了新的领导团队 在新的领导下 协会将为亚裔社区及动物保护做更多的工作 多多奉献 我们这次正式任职典礼结束之后 我们确实是打算做一些实事的 比如说我们会引导这个 我们有这么多的学生团体 我们会组织一些志愿活动 去帮助社区 去保护一些动物 这个是从小一些的层面 我们也会愿 我们也希望成为这个亚洲和美国的一个桥梁 带更多的这种 比如说中国的学生来这边体验 如何把自己亚洲的影响力带给这个社会 同样出席当天活动的 还有美国留学生协会联盟总顾问 美国一资范集团董事长李树棠 美国留学生协会联盟创始人吴宇宙 主席刘正新 副主席董志豪 美国浙江总商会执行会长顾德耀 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 荣誉会长彭南凌等众多嘉宾 凤凰卫视唐子如洛杉矶报道 休息一下 回来再告诉您更多 来看今天的中国快选 总统拜登10号签署法案 正式解除新冠肺炎疫情的全国紧急状态 相关紧急状态因为新冠疫情已在美国实施三年多的时间 这项紧急状态于2020年3月由前总统特朗普宣布实施 今年4月11号到期 白宫此前曾通知国会打算再延长一个月到5月11号再取消 但共和党提案立即终止 并在中参两院获得通过 交由拜登签署 白宫表示 政府一直在与各机构合作 以解决提前结束国家紧急状态的影响 但是白宫强调 结束国家紧急状态 不会影响计划于5月11号结束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后者使政府能够为许多美国民众提供免费的新冠测试 治疗和疫苗 纽约联储银行进行的三月份消费者预期调查显示 受访者预期 未来一年的通胀是4.7% 比二月份是预测的高0.5个百分点 是去年10月以来首次上升 未来三年通胀预测 也由2020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回升 由2.7%升到了2.8% 未来五年通胀预测 则有2.6%下降至2.5% 调查同时显示 民众预测比一年前更难获得信贷的人数比例 上升到了58.2% 接近1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此外调查还显示 人们对股票的乐观程度有所降低 只有35%的人预计 一年扣股价会上涨 环比下降1.4个百分点 不过纽约联储银行行长 威廉斯则预测 通胀压力会逐渐下降 2025年会回升到2%的目标 前总统特朗普上周到纽约曼哈顿 出席有关他封口费一案 财务问题的庭审 据美联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说 特朗普本周四计划将回到纽约 在纽约州总检察长詹乐霞 发起的商业欺诈民事诉讼中入口供 和封口费的刑事起诉不同 詹乐霞主导的这项调查 是一项民事调查 指控特朗普本人 他的多名子女等人 和特朗普集团不当夸大该集团的市值 以在贷款和保险方面获得优惠条件 詹乐霞办公室是在2019年 开启这项调查 并在2020年进一步提起诉讼 要求获得特朗普集团 及其家人的相关记录 据报道称 特朗普计划周三晚间 从佛州飞到纽约 周四早上到詹乐霞 位于纽约市曼哈顿的办公室 接受其盘问 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地方议会 周二举行特别会议 以36比0全票通过 恢复遭驱逐的民主党州议员 琼斯的临时职务 复职后的琼斯 感谢田纳西民众的支持 表示会继续为民众发声 至于另一名遭州议会驱逐的 民主党州议员皮尔森 渴望在周三 谢比尔县委员会上 获得重新的任命 由共和党人控制的田纳西州众议院 6号通过罕见的决议案 将参加支持枪管示威的民主党黑人 州议员琼斯 以及皮尔森逐出议会 事件更被指有种族歧视之嫌 田纳西州法律允许地方立法机构 任命临时的众议员议员 以填补被驱逐议员的席位 直至举行选举 再来关注中国两岸3D的最新消息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10号在广东省考察调研 在湛江市先后考察 红树林保护 优化水资源配置 以及全球最大的客户滚装码头 徐文港等发展情况 习近平来到湛江市 首先考察了国家863计划项目 海水养殖 总子工程南方基地 随后习近平在麻庄区 湖光镇 金流岛 红树林片区 了解当地加强红树林保护情况 习近平还参观了全球最大的 客户滚装码头 徐文港 了解当地提升交通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水平 推动广东海南 相向发展情况 此外习近平还考察了 环北步湾 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 了解优化水资源配置等情况 中国外交部11号宣布 巴西总统卢拉将应邀 对中国进行国师访问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中方愿同八方一道 推动各领域互利友好合作 体制升级 巴西总统卢拉原定于 3月26号至31号 对中国进行国师访问 但因并推迟了行程 中国外交部11号宣布 经双方协定访问时间 已重新安排在4月12到15号 此外 温文斌还在会上宣布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 将于12号到13号 应邀赴乌兹别克斯坦 萨马尔汗出席第四次 阿富汗宁国外长会 并访问乌兹别克斯坦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周二发布的数据显示 尽管内地三月汽车产销缓比 同比均成增长态势 中汽协指出 内地汽车行业进入促销政策切换期 行业稳增长任务仍然艰巨 三月内地汽车产销量分别为 258.4万辆和245.1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15.3%和9.7% 其中三月新能量汽车产销量 同比分别增长44.8%和34.8% 市场占有率达到26.6% 产销数据在同期高技术基础上 继续保持了较快增长 中汽协也指出 当前内地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 赞从压力仍在 一季度汽车行业进入促销政策的切换期 汽车终端市场也因而相对疲软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学一下广告之后 回来还有财经发布的消息 不要阻开 再来看世界其他地区的全球载定指数 最后来看世界其他地区的全球载定指数 看全球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报 一定会再来看世界其他地区的全球动员 再来看世界各地区的全球站 再来看世界各地区的全球载定指数 看世界各地区的全球小让人有钱 再来看世界各地区的全球载定指数 看世界各地区的全球图 以上就是这些新闻 小姐且登陆iPhoneNews.com 以及我们的微信平台 感谢您收看 再会 让你轻松拥有 Toyota一路精彩 南加州Toyota经销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